上集结束 大晶晶告诉剑子三次 让剑子一直很烦恼 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小花则将拍出来的完美合照 上传到社群上 获得大量关注 我是NG 今天要来说 看得见的女孩 小花认为自己很有拍摄才能 就买了才拍立得 邀请剑子一起去拍照 但依照过往经验来看 剑子觉得容易吸引鬼怪的小花 大概能成功拍出一本 世界鬼怪大拳吧 果然小花随便试拍一张 剑子就从上面看见 生活好像有什么东西跑过去的样子 得知这次的小亚 就拼命送用小花去拍照 还说知道有个地方 风景绝美肯定适合 目的是想骗他们去鬼怪出没的地方 了解一下剑子的实力 随便露一手给他看 让他能认同自己 于是到了假日 小亚就在养人 前往那个风景绝美之地 就要穿过这条又长又黑 里面都是鬼怪的隧道 就能到咯 一走进隧道 剑子就因鞋离进石头 蹲下来取出石头丢掉 然后一不小心没站稳 哎呀的叠了一下 双手出地 就能拍拍手弄干净 而这一切 在小亚眼里看起来 哇塞 根本大事级操作啊 一瞬间设置好防御鬼怪的结界 实在太狂霸酷炫叼炸天了 这时 前方出现一堆鬼怪 剑子就找理由想带小花走 不愿意的小亚就又胡乱两句 说服小花去拍照 小花被哄得心花怒放 立马帮剑子拍了一张 结果这照片 理所当然成了鬼怪大集合 更恐怖的是 一只看起来就很恐怖的铁通鬼突然出现 将周围的鬼一只只抓来吃掉 看不到铁通鬼的小亚 他以为是剑子在出灵 随便举手捏一捏 就让恶灵瞬间消失 实在太狂霸酷炫叼炸天了 很快的 铁通鬼就吃好吃满 进化成一个身上一堆头的 头铁通鬼 并一步步往小亚靠近 轻机之下 剑子急忙拉走小亚 让头铁通鬼明白 你看得到我对吧 你看得到我对吧 下的剑子冷汗直流 幸好在这千军一把之际 金色狐狸神乎急急出现 黑压一掌 就把头铁通鬼打成重伤 救了他们一命 金色狐狸也对剑子 用手比出一的容作 剑子便隐约明白 当时大金金说了三次 可能是怎么回事了 可当剑子想深思时 又遇到其他妖魔鬼怪 妨碍他思考 像是买衣服时 遇到 您真适合 您真适合 女鬼 或是搭车时遇到斧头鬼 那斧头到处砍来砍去 把躲藏在人类身体里的鬼 全抓出来 就算他努力无事 被斧头砍镜头的瞬间 还是怕到浑身发抖 差点升天 不过剑子也发现 如果去鬼屋玩的话 就可以不用再假装看不到鬼 能放声大叫了 反正鬼也不知道 你是因为他叫 还是因为人类伴的鬼才叫 只是他玩过头 一不小心对真的鬼啊了一下 结果就诱导会被鬼缠上 但这里可是鬼屋呢 做什么都不会被鬼怀疑 所以剑子大吼一声 不要靠近人家啊 让所有追赶他们的人类鬼停下来 终于完成一直以来的心愿 让剑子爽到荣光焕发 人类鬼听到这些 只是顿了一下 就又继续追赶他们 而那只真的鬼 竟然乖乖听话停了下来 可惜剑子没注意到就是了 接着 搬上来了一位待客老师 竟然就是之前想要领养猫咪 全身上下缠满猫咪恶灵的帅哥 圆野 惨了惨了 这样不就要天天看恶灵在眼前晃吗 更惨的是 除了猫咪恶灵 还有一只看起来战斗力 又超级强的女鬼 死死跟在圆野身边 天哪 剑子每天都得在女鬼的监督下上课 压力超级大 一不小心被女鬼发现 能看到她怎么办 剑子也发现 不管是谁只要看着圆野 女鬼就会靠到那个人身边 不断说着 不准看 不准看 原本剑子想射不见混过去 但今日小花身体状况一直不太好 听了小亚的说辞后 她才注意到不能这样下去 因为小花的生命能量很强 很容易吸引鬼怪 甚至能消灭一些弱鬼 可没有强到能消灭大鬼 如果大鬼接近 能量就会被不断消耗 也就是说如果不想办法 处理掉圆野身上这对妖魔鬼怪 小花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差 所以剑子绞尽脑汁 想能帮助小花的方法 但想来想去 除了面对鬼 好像也不能怎样了 结果烦恼过头 剑子一不小心 竟然跟装生小孩的恶鬼打招呼 被对方发现能看见他 恶鬼便一脸乡的 咻咻手啊重来 幸好金色狐狸又跳出来 哈哈黑的消灭恶鬼 并对剑子逼了个恶的手势 吓得他脸色发紫 就加能确定了 大金金说了三次 是会帮助他三次的意思 现在只剩一个扣大了 总之剑子想了又想 就决定去跟踪圆野 因为他身边的猫咪二灵 天天在增加 代表他天天在虐猫 只要抓他个线心 就能赶他走了 来到一条偏僻无人的小巷时 剑子刚好看见 圆野好像想对一只流浪猫坏坏 担心猫猫会受伤的剑子 吓得立刻大喊一声 大妹 猫咪也像明白什么一样的 就就冲到剑子怀中 圆野转头看向剑子 终于想起剑子 是之前领养猫咪时见过的学生 恶恨问他在这做什么 是在跟踪自己吗 快点把猫叫出来哦 怕到不行的剑子 就带着猫咪 三十六计走位上侧 可圆野也迅速追来 逼问他为何要逃 难道他 这时 猫咪跳出剑子怀中 一路往马路上冲过去 一台即使来的汽车 即将撞上猫咪 没想到圆野竟不顾安危 跳出去救了猫咪一命 事后圆野信无大爱 剑子也向他道歉 都是自己搞错了 并问圆野为什么想要猫呢 圆野说 我家附近最近出现多起虐猫事件 因为你之前不愿意把猫给我领养 现在还跟踪我 家当在学校的样子又很怪 让我以为你就是凶手 但现在看来 你就是单纯很怪而已 听完这些剑子终于明白 圆野其实是爱猫人士 那些猫咪二龄 纯粹只是跟在他身边 想找凶手之类的 此时圆野的社医朋友 来到医院探望他 就顺便告诉剑子圆野的过去 原来 圆野小时候是个普通的孩子 可他母亲因为离婚的关系 变得完全不信任其他人 天天情绪勒索圆野 像是考试98分 会想他为何没100分 是不是想跟他父亲一样背叛自己 不准他出去跟其他人接触 只能看着自己 压力伤大的圆野 某天遇到一只流浪猫 心灵终于得到治愈 并偷偷将猫猫养在家里藏库 发现这事的妈妈 认为圆野又背叛自己 就心狠手带把猫挂了 并告诉圆野 不要再看其他东西了 看得妈妈就好 所以圆野现在对猫的作为 算是一种赎罪行为吧 他妈真的很可怕 老实道不准看不准看 听到这里 剑子就知道了 圆野身边的女鬼就是他妈 为了帮助圆野 剑子鼓起勇气拼了 对着他妈语气坚定的说 已经够了吧 快点封他自由吧 下一秒 他妈立刻冲向剑子 早上将他生吞活泼 海老闲金色狐狸又跳出来 用最后一次扣打消灭女鬼 成功保护剑子 那三次都用光了 金色狐狸就开始讨论 要不要跟剑子索要代价 并认为他现在没有能力偿还 晚点再要好了 总之妈妈女鬼消失后 圆野的心境 看起来整个都不一样了 身边的猫咪二龄也慢慢消失 一切都往好的方向进行 哦对了 出院的圆野 顺利找到虐猫的变态家伙 成功用电极棒KO他 让他成为一名失踪人口 接着 剑子回到神社祭拜 给了一堆食物当贡品还愿 想说金色狐狸要的 可能就是这个吧 可金色狐狸跟大金睛 却也怒怒怒怒 认为剑子瞧不起他们 但剑子听不懂他们在说傻啊 哪知道代价到底是傻 气啵啵的大金睛 就从身体里伸出一颗大头 缓缓靠近剑子 睁开血喷大口 幸好这些全都是梦 可能是在催促他赶快去还愿吧 虽然剑子仍旧不明白 自己为何会看见这些鬼 也不懂让他看见的意义是什么 但他决定了 要好好面对这一切 那最后剑子 会成为世界最强的雏琳少女吗 就等第二季再说吧 你更会觉得 大金睛跟狐狸想要的代价 究竟是什么呢 啊 那就 这 someplace 不是 唯评 说 费 麻辣 麻辣